十二温馴,转炫又猛爆狂野,让每个旅程都是难忘的驾驭体验。 Masorati Taiwan去年陆续推出La Fonte S Luxury,La Fonte和La Fonte Diesel, 以不同动力特性满足各式消费者需求。 近期再次线上La Fonte SS Sport,以内外装运动化套件将全车升级。 以Masorati取材字概念车A Furry的猫眼式头灯和立体式水箱护照, 赋予大气的视觉形象,全息La Fonte在外观部分, 标配二十寸铝合金轮圈,与红色刹车卡钳, 让人感受到热血澎湃的魅力。 车尾则是与车身同色的运动化造型扰流板,更添运动气息。 Livante S Sport最大的车车其实在于说Masorati是唯一所有全车系, 不管是轿车或者是休旅车都是在意大利原装生产。 那另外一个谈到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跑车然后休旅车化。 那实际上这部车它在所有的设计的面向上还是严格像设计一部赛车一样。 那除了说引擎我们跟法拉利共同开发, 那在整个车子的配重, 那我想没有一部车比Livante拥有更完美的50比50的比例。 那这样在赛道上层次, 其实不管是它的性能或者是过弯的顺畅度, 其实都是无庸置疑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一般人比较看不到就所谓的扎实底盘设计的部分, 其实都是把赛车工艺贯注到这部车上来。 那当然我们就希望说消费者他在开一部休旅车, 可是他该的感觉就好像是一部塞车一样, 就让所有的男人都实现他拥有塞车的梦想。